Hello,大家好,我是華俊 又來到海賊王的開箱時間 今天我會開兩隻Figure和一個新品 好事不宜遲,馬上開箱 開箱之前也非常感謝海賊王的支持 好,我今天首先要開的 就是兩隻頂上造型王決戰系列的景品 頂上造型王決戰系列 就是源自於日本一個頂尖的造型比賽 參賽者獲獎之後 活動方就會將它們得罪的作品實體化 成為了今天我們開的Figure 造型王系列跟我們一般的Figure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它們是不同的造型才設計出來 所以在用色和動作方面 都會比官方更加誇張和特別的 好了,我看你們都想得差不多了 我們馬上打開它吧 好了,因為這兩隻Figure都不太小 所以就直接展示給大家看 分別是蛋糕島的山寺和兩年前的烏索浦 介紹完兩款Figure之後 接著來就要介紹2019年Figure是最熱門的產品 登登! 生命卡圖鑑 官方出了這個生命卡圖鑑 是為了為了海灑王的粉絲 透過存些生命卡 去存一些經典的海灑王人物 好,那我們看看 外面的封面是否和它內容相符 事不宜遲 事不宜遲,立即開箱 讓大家看看 裡面很棒 讓大家看看 裡面是一個扣相十年的大圖鑑 看看這邊的版面 就是一個一個開札王的經典人物 這裡有一輩子 這個就是圖鑑外面的位置 我們現在來看看它的餡 好,我們把重點放在這裡 這裡就是一疊由一疊的生命卡 這裡可以讓大家看看 它裡面是有寫著不同號碼的角色 換言之告訴你 再次強調就是 無論你買多少個圖鑑 都是不會儲得所有的人物 必須要買寶寵包 即是儲這個圖鑑 儲完之後都… 圖鑑滿了 但是銀包已經不見了 看看它的生命卡是怎樣的樣子 它第一版已經有這個 海賊王羅傑和盧飛的對答 海賊王就說 你寫著這個財母 拿去吧 我喜歡放在世界上最遙遠的地方 放在那裡 然後盧飛就說 海賊王就是一個人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了 首先一開來 就帶你 就已經是海賊王羅傑 即是後面那些不用看了 一出就已經是海賊王了 那它會告訴你 它是第幾話出來的 就是JZ第一話 還有它是 海賊王 然後呢就是一些高範圍 五藍、十二三、一步、十三 一步、十三、一步、十三 一步、十三、一步、十四 然後呢 什麼星座 出身在哪裡都有的 那就是一個 真是如他所說的 就是一個圖鑑來的 你透過拿這個圖鑑 去知道一些 之前劇情沒有跟你說過的資料 它後面都會有一些 它以往羅傑有出場過的 一些畫面的截圖 如果很久之前看過海賊王 而不記得之前的劇情鬼 都可以透過生命卡圖鑑 去做一個老寶 那看完海賊王的羅傑之後 跟著下來呢 就是露菲了 已經用了二檔開來 給它們快點燈出來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果實 兩千年後 你看完這裡 應該是可以撕掉它 之後呢 再套入到這個圖鑑裡 就可以回到以前小時候 你有幾張海賊王的圖鑑嗎 三十幾張 三十幾張 大家這本是必賣的 為什麼呢 它除了前面 是有一些 露菲和羅傑之後 後面呢 就是兩年之後的露菲 兩年之後的露菲 精神太多了 它有武裝色 建紋色和霸王色的 亦都告訴你 後面有什麼不同的 跟前面那張是不同的 就是你在前面 然後那張卡都有十八張 官方就是幾成 懂得賺大家的錢 後面呢 有雪落 還有海賊團的其他成員 好了 除了剛剛介紹的這款圖鑑之外呢 還有這款圖鑑 還有這批補充包的 那生命卡圖鑑呢 我自己覺得呢 就比較適合一些 家裏呢 無謂放圖鑑的粉絲 又或者是女朋友 不讓你放圖鑑 都可以透過 買生命卡圖鑑呢 去補回你自己 心愛的海賊王人物角色 畢竟呢 不是每個角色都有出圖鑑的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好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呢 記得like和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在下面留言呢 告訴我呢 你究竟我想我開什麼圖鑑 今集的海賊王開箱時間呢 又來到這裡了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